開朗 我發現什麼問題 因為雲林 地理不好 為什麼呢 因為地理不好 因為我這樣 我是坐高田 就是要看一下風景 現在廣播說 現在經過桃園 哇 飛機有沒有 遠距離飛起來 那也是桃園 新竹就那個 竹門那個什麼科學 那個什麼 科學區 網園區 看到什麼多公司大牌子 都要共和在那邊跳 而且對 新... 對 共和不一樣 但新蓋的大樓 很漂亮的樣子有沒有 但是呢 身體很累 經過台中 台中蠻漂亮的 因為大那個原地 哇 風景漂亮 結果呢 911真的很漂亮 911 反正那個 還沒到雲林就睡著了 因為乘客那個裡面的高鐵 都是睡著 你知道嗎 所以 到那個 那個台南才會醒來 雲林呢 過了 所以 一個印象都沒有 不是啊 開朗 開朗你年紀也大了 你要養生 你怎麼會過台中就不吃睡著呢 你知道我的名字喔 好 那我剛剛不用 這很無聊 他把牌子撕掉 他把牌子撕掉幹什麼 怕被罵就對了 對啊 而且我這個雲林大自然很漂亮 但是我們沒有說 沒有印象 大自然好玩 對 沒有啊 很多喔 對 台灣各地自然都很漂亮的 其實 明川老師上次來節目的時候 有講過雲林 很多地方很好玩 真的 然後其實 就不記得了 就算 就算你講過雲林很好玩 我到現在也還沒去過雲林 我們只記得雲林就是台灣的冰箱 就是種很多稻米跟蔬菜 就這樣而已 還有什麼鹹 所以我們的存在感有多重量 我們要養活你們 不然你們怎麼吃東西 你們餓死好了 今天很多外國的人才是 真的嗎 大家叫你海產的時候 你會有點不開心 其實我也很納悶耶 我的YouTube追蹤是41萬耶 海產連4千都沒有 怎麼會有人把我跟他認錯 其實我也是很不理解這點 其實就是你會覺得說 你努力了這麼久 建立自己的心象 對不對 有趣好玩 刁鑽 有時候又有點討人間 認真 認真 收集數據 結果居然被一個海產取代 講假故事的海產 講假故事 他什麼都假 他也不查數據 但是就你知道把你們兩個搞混 那這樣 你覺得海產會怎麼想 不是 海產會怎麼想 我覺得海產一定是他有 他有35的光在招搖狀態 對不起 對 然後我還是要重申我叫海咖 海咖邱智恆 謝謝Ken哥 謝謝Ken哥今天講座 這一點要講幾次啊 討厭過地機場是最強的 講太多次了 我們遠遠超越松山機場 我們這個每個月跟每年的這個 融流人數都永遠超越 當然啊 這好像現問題啊 台灣最棒的機場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小知識 你們知道桃園機場 是台灣最北的機場嗎 沒有 錯 不知道 桃園機場比松山機場還北 蛤 是嗎 桃園這樣 大家去Google一下 我以為是松山 桃園人分享一個小知識給各位 真的啊 你們去查經緯度 桃園機場比松山機場還要北 真的 你們去調 真的嗎 這我們太鄉親耶 對啊 他 即便台灣有一點這樣子彎彎的 但 我們會愛韓國人 你有什麼想法 我之前那個 考那個導遊那個執照啊 那個考題裡面有出現 真的喔 桃園機場是高一點點 對 真的 哇 哇 欸 台北松山機場 這個 這個問題為什麼我韓國人 為什麼 這個問題 因為我看你很想講 對 其實桃園機場是台灣最北的機場 好厲害喔 最北會怎麼樣 最北就是所有人都要來桃園搭飛機 就是 什麼 最北就是No.1的意思 對 因為大家以為 大家以為台北是最北的地方 但其實我們有台灣最北的機場 對 大家都要來這邊搭飛機 同學來了 百看不厭 不想露掉最精采的內容 請用力訂閱加按讚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我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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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你下載中天新聞網APP了嗎 我想跟你分享一個 下載中天新聞網APP很重要的理由 台灣言論自由 有中天才完整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跟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就有多一份力量 哈哈 不很舒服 有arity 今天登記 我會李ients請 李 психidge 各位觀眾朋友們